全球华人媒体中华时报 香港毛笔博物馆新增项目开业11月21日 位于香港青年广场的香港毛笔博物馆书画交流中心 举办了与相关机构合作新增项目开业活动典礼 香港毛笔博物馆馆长张宏尼先生 敦煌签手观音舞蹈艺术团主席廖兰湘女士 向出席嘉宾介绍合作事宜 并主持剪彩仪式参加了活动 中华时报传媒集团主席 香港美术学院院长 香港毛笔博物馆理事会会长曾晓辉教授 专程赶来庆贺 敦煌签手观音舞蹈艺术团奏会主席 也是我们签手观音现在它头正的 它就很淡定 那你老家去哪里了 我老家湖南 你介绍一下你怎么会加入这个团 加入这个团队啊 廖老师一直是我的指导老师 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站挺的 然后现在廖老师就要到五三 继续过来这边帮忙 清楚关于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也得不 哪头正就是第一个 站在第一个 最重要我们都是露个手 台住是吧 对 是非台住 非战定 都是在团长领导下是吧 大家都非常好 那你对这个非牟 你这是个非牟利机构是吧 非牟利机构 这边有没有就叫你 加油这个为了 是为了艺术还是为了什么东西 也是为了艺术也是为了 想这个尽一份力啦 想把这个中国文化传统花扬光大 也把这个牵手观音的这种 普渡众生 持好普渡的这种 愿望 意念传播出去啦 希望姐妹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好 加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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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